首相敦瑪哈迪 欣賞日本精神和文化 是眾所周知的 敦瑪今天就以日本的三大價值觀 提醒和譴責國人 他除了批評 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借貸者 有錢不還 以至欠款累計高達361令吉之外 這顯示國人不止的信賴 同時他還以日本武士的切腹文化 不點名的 也與前首相納吉 沒有羞恥心 首相敦瑪哈迪 今天主持 馬來西亞公益大學 日本科技學院開放日的開幕儀式 向來推崇向東學習的敦瑪 在致此時 鼓勵國人向日本人的 價值和精神學習 其中敦瑪提到了 以前日本武士 切腹自禁的文化 並藉此不點名諷刺 前首相拿杜斯里納吉 沒有羞愧和反省之心 若無其事 但是我們必須感到失敦 因為當你感到失敦 把你失敦 你會試不去失敦 这就能详细到隔壁的人们 在过去的生活中有决定的 今天人们不感到疼痛 你们看到他们去 jail和笑容 你们看到人们笑容 你告诉他们,你很疲敌 接下来对马化风一转 批评国人不能信赖 政府掏出巨额 让贫穷子弟升学 以便他们未来能获得更好的收入 从而提高生活素质 但是借贷者出了社会 却有钱不还 我们有约36比较不赚 贷款到BPPTN 我真是欺负 但他们不是 他们赚贷贷 他们可以赚贷 但他们却不感觉 我只是一百元 如果我们赚贷2,000 顿马强调 如果我国要像日本一样成功 就必须具备三种价值观 也就是羞耻心 勤劳和可信赖 NTV7综合报道